在这边 埋伏了 先行掌握嫌犯行踪 远景一窝蜂开车先到社区埋伏 一等到嫌犯出现 立刻冲上前把人压制 过程中还连红三枪示警 监视器画面还能看见阵阵火光 这时另一批霹雳行警 在往上冲到大门口破窗攻坚 把所有出入口包围 让嫌犯们插翅难飞 模拟窗好大一个洞 嫌犯租下社区两户房屋 当作彩虹烟制造工厂 制毒长达一年 以俗称预言的卡锡桶当原料 放进香烟吸食造成兴奋感 被列为三级毒品 原嫌犯是租下社区的 17号跟19号两户 而其中17号是用来住人 而另外一间19号 则是放货品当成仓库 可以看到外头还放射监视器 特别要监控外头 被当成仓库的停车场 满满都是制毒原料 数量已经是北台湾最大宗 7号早上11点10分 警方搜证在中立这处社区 有毒工厂 出动大批刑警攻坚抓人 总共搜出203包彩虹烟 550盒半成品 光卷烟器就有59台 甚至配有防毒面具 总价5000万 这数量恐怕国庆廉价 可供给上万人稀实 不少住户直到警方上门 财经局竟有制毒邻居就在身边 幸好透过特勤警力 埋伏逮人更开三枪 展现公权力 顺利瓦解彩虹烟工厂 三水高载王家黄真卢桃源报道